所以這樣的風水全台灣絕無僅有 那誰可以看得到呢 只有我們蘋果日報的好朋友才可以看到 江伯樂十年巡好宅 砸四千萬柱台灣聚寶盆 福一定要正福 村一定要正村 我們不要逗村 我當你村大老婆賺正多啊 老師的話有沒有在聽啊 命令老師江伯樂 農業年前搬新架 他日前曝光位在天目郊區 85平大 市價約四千萬元的好宅唷 老師講了十幾年之後 終於有人搬家了 我早上十一點來看房子 看完之後十二點下訂 晚上七點半簽約 嗯 根本是出門買菜的概念 陽光出來之後 你看到全台灣最大的聚寶盆 台灣有幾個地方 有山有水很少 這個房子非常大 那主要是因為要孝親用 因為我媽媽年紀大 今年八十大的時候 所以要迎接她過來 而另一個原因則是 就是她半夜會來跟我 跟我一起玩 然後半夜前 在這裡 在這裡 電視還會半夜自動開啟 這讓老師不僅要求擺設 還砸八百萬改造居家風水 任何的居家一定要擺持坪 因為坪代表平安 也代表吉祥如意 整天看到 哇 這兩隻貧修咬錢 向著門口咬錢 那貧修咬錢呢 只進不出 所以進到哪裡去 就進到老師的聚寶盆 那也不得了 除了處處招財 裝潢也考量到家人 老師家人優點是 你絕對看不到任一個量 量度太多會讓小孩子脾氣不穩定 那老公老婆男朋友女朋友也戴不住 此外美美的餐廳也是有玄機的喔 餐廳代表是一個柴味 這個是花開富貴湖滿堂 那母單代表富貴 這邊到底有幾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朵代表十全十美 一定要設立一個玻璃鏡面 玻璃鏡面來反射這個餐桌 代表讓你的財物大一倍 那現在當然要來到 老師的規房 對 是主臥房 這書桌放在這個地方 水從前方過來 老師看電視 辦公寫東西 也可以收財水 任何臥房的鍵門的斜對角內側 是一個按柴位 按柴這個地方其實要放個聚寶盆 我會放女生的梳妝台 既然到了臥房 老師不藏私分享夫妻和諧小沛寶 所以睡覺請記得 男生要睡左邊 女生要睡右邊 你如果是同性的 就看你扮演的角色 你是男生或女生 如果你是扮演男生的 就睡左邊 其實老師以前 我爸爸還認為我是同性的 因為他說 到四十幾歲都沒有帶母 娛樂棟新聞 欸 老師你怎麼自爆啦 報導